本節目由挑戰手機市場最低價的 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嗨各位束褲們 歡迎來到束褲180 180秒帶你看科技大小事 Sony雖然退出了MWC 但今天還是透過線上發表會 發表了三款新手機 分別是旗艦的Xperia 1 II Xperia Pro 還有中高階的Xperia 10 II 喔對 命名上變成跟其他Sony的產品一樣啦 我覺得這樣子可以避免消費者的混亂 先來說說Xperia 1 II 這是最大的提升在於四鏡頭上 他們都有著蔡司認證的鏡頭 還有蔡司的T鍍膜 據說T鍍膜可以有效的減少耀光跟鬼影 以前Sony只有相機會跟蔡司合作 現在終於輪到手機 不讓Nokia轉美於錢啦 四鏡頭分別為16mm的1200萬畫素超廣角鏡頭 70mm的1200萬畫素長焦鏡頭 換算下來大概是3倍的光學變焦 還有個3DTOF鏡頭 以及這次提升最大的24mm 1200萬畫素的主鏡頭 有著F1.7的大光圈 搭配1.7分之1吋的大底感光元件 據說跟三星S20一樣是用上Sony之家的IMX555 單位像素面積從Xperia 1的1.4Mu提升到1.8Mu 應該會有著更好的夜拍表現喔 而Xperia 1有的10fps自動對焦即自動曝光 提升2倍變成20fps 計算上則是來到了每秒60次 加上即時的眼控對焦 不論是拍人還是拍寵物都可以精準的捕捉 這次還多了可以拍RAW的Photo Pro模式 看起來像是把手動模式弄得更像α相機喔 而在螢幕上一樣是6.5吋21.9的4K HDRO類螢幕 在維持各種漂亮的參數的同時 新增了Motion Blur Reduction技術 我猜這個技術的作用應該是類似軟體補針 讓你可以增加畫面的順暢度 在聲音上大法補回了3.5mm的耳機孔啦 感動 還給了你比DCHX更強的DC Automate 是透過AI生品來補強你的音質 還多了他們之前發表過的360 Reality Audio技術 可以在台灣沒有的Taito上聽到360度的聲音 而Xperia 1 II的前置雙喇叭呢 一樣可以讓你欣賞到由Sony Music調教過的Dolby Atmos 其他規格呢 Xperia 1 II不意外地用上了支援5G的高通S865處理器 存儲為8GB搭配256GB 前鏡頭是800萬畫素 它有著4000mAh的大電量 並且支援汽無線充電 防水防塵呢 一樣是IP65、IP68 共有紫色、白色、黑色 三種顏色可供選擇 而且整體的尺寸呢 可以說幾乎是跟Xperia 1一致的喔 接著是突然蹦出來的驚喜 沒有被爆料到的Xperia Pro 它是用Xperia 1 II為架構 去加強在5G上Sub-6跟毫米波的表現 還可以當作相機跟攝影機的監控螢幕喔 我覺得它是一台會比較面向專業工作者的手機啦 最後是發表會像秀下很快就帶過的中高階Xperia 10 II 它有著6吋21.9 4GD Plus的OLED螢幕 三鏡頭呢 主鏡頭則是1200萬畫素 其他兩鏡頭跟前鏡頭則是800萬畫素 使用高通S665處理器搭配4GB加128GB的存儲 3600mAh的電量 一樣有IP65、IP68 那以上就是Sony這次發表的三台新機啦 你對它們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那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IG、科技網站跟蝦皮賣場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